这些宠物呢必须要投其所好 最起码呢得赠送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领导人本人喜欢 那么世界上各国领导人里边 可能喜欢宠物最强烈的是谁呢 恐怕得属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普京对各种宠物啊 往往没有抵抗力 前不久我们节目里做过 普京虎游到中国来了 其实普京在一定程度来讲 也把老虎当作他的宠物之一 而且普京挺喜欢 这类比较猛的动物 可能和他的个性相吻合 你看当年的穆尔多瓦总统 就送过普京 在普京五十岁生的时候 送给普京是一只鳄鱼 意思是什么呢 鳄鱼是世界上唯一不知道退后的动物 就说你普京是个勇士 勇往直前 在2010年时候 保加利亚跟俄罗斯呢 谈这个天然气交易的时候呢 保加利亚的总理送给普京呢 一头卡拉卡叉犬 这头卡拉卡叉犬呢 比较骄傲霸气 这犬的品种比较优良 勇敢好斗 跟狼和熊不敢搏斗 为了保护主人的财产 所以送这个犬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告诉普京 你看这个犬身上的优秀品质 你身也有 当时伊朗的这个总理呢 送过普京一头波斯豹 这波斯豹也意思比喻呢 普京动作迅捷 勇猛有力 当然波斯豹呢 野生波斯豹几乎快灭绝了 这也非常珍贵 普京在诸多的宠物当中呢 他最喜欢的什么 最喜欢的是狗 所以在普京2012年呢 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的时候呢 当时日本的首相野田佳燕呢 就考虑了 想在普京认识呢 解决俄罗斯和这个 日本北方四岛的问题 所以当时提出呢 我要送普京 日本著名的一种犬种 叫秋田犬 秋田犬呢 是日本具有历史文物意义的犬种 这秋田犬呢 比较忠诚 老实 就是对主人那种忠诚 几乎是无条件 咱们看过日本有个小的短片 叫《中犬八宫》 那个八宫犬就是秋田犬